并逐渐被所有人遗忘 那被所有人遗忘就真正的死去 知道还有人需要你 我的恐惧感缓解了不少 哇 这幕好美啊 Dance的里面大家好 我是酷尔达 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 《黑香闪耀的永生者出的分外片》 那么以前我录过这个作品的实况 那这个游戏简单一点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男主算是一个病交难 平常看起来人出无害的 那实际上对我们的女主特别的喜欢 如果谁说女主坏话 他就会把说坏话的那个人 这给他杀掉 嘎掉啊 就这样的一个病交难 那我们这一集呢 就是看这个番外片 虽然给这个闪耀的永生者呢 也是做一个补充 那视频看完喜欢 希望可以点赞做这片 真的 拜托各位了啊 咱们直接开始游戏吧 哦 那这里应该就是番外片啊 我们玩下这个番外片看看 叫恐惧啊 3456小姐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既然您说 你自己是在50岁时摆脱了肉身 那您的肉体去哪儿了呀 哦 这男主小时候啊 和3456小姐的一个对话 哦 那我将他埋葬了 和我的友人费里曼 埋在了同一个母园 这个他指的就是50岁的肉体是吧 自己的肉体 费里曼是那个创始人的替身 他原来是您的朋友吗 嗯 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么 3456小姐 将自己的身体埋葬时 您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很悲伤 就像是葬送了一个亲人一样 哎 这听起来真奇怪 那不是您自己吗 嗯 但是陪伴了我这么多年 那就是身体在我的心中的意义 和家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这里还是机体的 3456小姐看到自己的肉体 因为病痛的折磨 我选择舍弃了他 所以我甚至有了一种强烈的愧疚感 嗨 人类叹气伤入 身体总是会苦痛的 尤其是看到他空洞的眼睛 无神的看着天花板时 我感到了恐惧男人 他都换成机体了 也能感到到感情吗 也能啊 他毕竟大脑没坏啊 您还太小了 我跟你说这些 你也不懂了 别当回事 你的生命还很旺盛 死亡不该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 给触碰的话题 虽然不是黄斗 但我很想再多了解一些您的事情 他这个时候还是崇拜了心情啊 还是说就已经喜欢这个女主了呢 您是我最崇拜的人 也是我人生的目标 所以不论聊什么 我都很高兴 那应该是崇拜的形成多一点 小孩子正说哪懂什么爱情啊 对吧 你太夸张了 明明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 还记得我这个本该死去的老人了 如果人可以长生的话 那是这样子的 你活到197岁 那自己认识的人都已经不会记得你了 他们也死去了 三四五六小姐 怎么了 已经到了吗 所以刚才是回忆啊 是的 谢谢 你给我半个小时就好 哇 这风景真不错吧 每隔几年 我别人在我友人生日这一天 前来看望他 这个他应该就是自己的肉体 挺有趣的 看自己的肉体吗 哦不是 对 不是看自己的肉体 原来是自己曾经的朋友 费尼曼 我就不见了 我带来了你最爱喝的牌子 那这个牌子 还活挺久啊 我俯下身来 开了一罐啤酒 不过土地好像太硬了 罐中那冒着白沫的液体 并没有好好被吸收 渗透进了地下 怎么 你老到消化不了这种东西了吗 液体化后呢 我也失去了喝酒的乐趣 毕竟这玩意儿 已经没有办法对我的脑血管出手了 那喝汽油啊 你把汽油倒在一个苹果罐里头 对吧 还是有点形式感的啊 我随意的自言自语着 这比活人聊天精通多了 今年啊 我们公司里一个员工失踪了呀 这个失踪员工是谁呢 就是本体啊 被罗尼杀掉那个是吧 那失踪员工的事情呢 还没有结果 所以这是个坏消息 好消息的话 好帅啊 这张好帅啊 几个月前来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新员工啊 指的是男主吧 罗尼尔 并且他还知道我是公司创始人啊 因为没有人相信 我好像把这个事情随口告诉了很多人 说实话 我都记不清了 那很多人都不信是吗 我也有点记不清本体剧情了 好像是不信来着 那他似乎很认可我的技术 明明现在科技迭代那么快 我也远没有年轻时那么上进了 居然还有人需要我这种老古董啊 所以去年会你说的退休 我觉得可能要考虑一下了 我还蛮想到这种被人需要的感受的 你感觉三四五六也挺孤独 我毕竟活了这么久啊 明天只能跟这个死人墓碑说话比较轻松一点 我今天在车上做了个梦啊 似乎是提到了我肉身的事情 谈话的对象是谁来着 想不起来了 男主被淡忘了 没办法 他活得久啊 女主 你的墓碑我每年都请人清扫了 所以才看起来这么干净 我的墓的话 肯定早就被杂草给掩盖了吧 毕竟知道我墓碑的亲人和朋友 已经全都去世了 而且我一直忘不掉那种愧疚 还有恐惧 摆脱自己肉体的最恶感的难道是 当初因为病痛的折磨 并将它从我的身上剔除了 一直让我觉得自己像是抛弃了一个 陪伴了自己数年的亲人 那问题来了 兄弟们 如果你们也有一个异体 你能活很久 但是你要摆脱自己的肉体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这样的一个视角挺有意思的 那最后一天 我也会真正的死去 抛弃在土地里 并逐渐被所有人遗忘 那被所有人遗忘就真正的死去 那就是身体 就像是我的影射 而这一直让我难以接受 那还是去看看吧 看自己的墓碑吗 毕竟我现在 似乎已经没有从前那样恐惧死亡了 我将喝上的啤酒 全部倒入了有人墓碑的土地里 然后有人在墓地里 别到了 别到了 喝太多了 完成后呢 我向着墓园的碎身处走得过去 那个墓碑都在同一个墓园了 我当初为什么会想着把墓建在树下呢 那里肯定已经被我的肉身滋养出了一片茂密的生态吧 真不是个明示的决定 自己的墓碑这么感情 我想到了这个墓碑是男主在打扫的 有没有可能呢 是墓园管理人啊 哦 三四五六小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向那个阴阴岁月而变得陌生的老书人点了头 你居然来看自己的墓了吗 这真难得呀 那个 他为什么会这么赶紧啊 这个墓园不会擅自被他人清扫的不是吗 你们的政策改变了吗 嗯 没有啊 不是你的亲戚来的吗 啊 大概十年前吧 有个小孩 总来你这 哇 我不都不说这个男主对三四五六的爱也太 很厉害啊 当时他才十二三岁吧 现在都长大了 还是一直坚持来给你的墓清草啊 清理一下啊 那他不是你的亲戚啊 知道我墓碑的亲人还有朋友都已经去世了 哎 真奇怪了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这他不知道 我偶尔和他打个招呼罢了 他偶尔会跑到你的墓前啊 待上一整天 看起来像是在和你的墓聊天一样 那这样想想还挺怪的哈 可能是个把他人的墓碑当做倾促对象的孤僻小伙子吧 经历了墓园这么多年也不是没见过这种怪人 那他想他再来的话我静着他进入行吗 那不用 这样我的墓能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 那就让他来吧 好 原来如此 看来你也不是完全被舍弃了 呀 这个有种很欣慰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知道还有人需要你 我的恐惧感缓解了不少 哇 这幕好美啊 到男主这了吗 完了 我也没有讲男主的故事 然后是男主这边完了呀 好吗 那这个方外篇是给这个本体做了一下补充啊 这个作品这里全部完结了啊 这作者给他做的新的更新补充啊 就是这个闪耀的有生者彻底结束了嘛 那做的更新这个方外篇的同时呢 也推出了下个新作的一个试玩版本啊 那作者的新作呢 只不说换了另一个男的 也是公约这个三四五六小姐啊 然后成一个系列作品啊 以后在第三部的时候呢 就变成罗尼和这个新出的这个男主 他就开始修罗场了 总之后面的新作实况呢 我也会出的啊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做呢 也可以在视频区评论啊 我不会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